当现实给你巴掌的时候,你要记得和他击个掌 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熟悉的小黑黑 今天给大家讲解的是《亲爱的自己》 刘丁黑、菩测新、仁仲联合导演、范晓苑编剧 赵尔义、杰俊宏、任逊、丹刚总制片人、刘诗诗、朱一龙、林仙主演、看金子、彭冠英、李泽峰、陈米奇等主演的都市情感力之剧《亲爱的自己》 马上就要跟大家见面了 预告片中,李思宇与陈一鸣的感情走向扑朔迷离 李思宇面对情感决策时,展现出了不悔与坚定 陈一鸣则更多是经历挫折失忆后的迷茫与追问 两人感情与事业的双成长,将成为本剧的一大看点 之前就有过剧头信息称,刘诗诗此次饰演的李思宇是一名女销售 一向被认为甜静柔美的刘诗诗,将如何演绎这一角色,令粉丝们甚为期待 朱一龙曾经在颁奖典底上说过 他认为唯有守得住初心才能日益监禁 唯有守得住梦想方能修成正果 不知道在剧中,他试验的陈一鸣又将怎样守住自己的初情和梦想 而在剧中为了谈判和合同,为了能完成工作,为了生存 朱一龙试验的陈一鸣说 我不是在上海活不下去,而是没有了自信 他把失去最后一点尊严 但为了所谓的尊严就要放弃梦想吗 在上海这座残酷现实的城市,成功从来就没有那么容易 尊严到底这几个钱是活下来赚钱重要 还是去小城市发展,总是躲避根本不是办法 在任何地方都存在这种忧生略带 那么朱一龙最后到底会怎么选择呢 而在剧情刚开始的时候 陈一鸣跟李思雨是一对让人羡慕的情侣 在流出的剧照中,我们还看到朱一龙现场求婚留实事 一身西装,男人类十足,嫁了嫁了 小逼也从两人的眼神中看到了爱情 但是生活的变故总是不由人 经历了工作的变故之后 两人的规划被打破,矛盾也接两而胜 那么最终两人是会选择坚持,还是就此放手呢 剧中已经给了我们很多个答案 比如李思雨坐在婚纱店门外流眼泪的 从之前的和恋人一起放烟花 到独自街头徘徊,再到婚纱店前的落泪 李思雨是因为从恋人相伴到孤身一人而被伤吗 那为什么单单是婚纱店前落泪呢 还有这张守护风格的画面里 李思雨和陈一鸣两人相对而坐 最后却只剩下陈一鸣一人 这些线索都是在暗示两人的未来吗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别忘了点赞关注么么的